嗨 大家好 我是教授 Lisa 今天我們很開心邀請到 Joyce 跟我們有一個很簡短的對話 我想介紹給你們知道 Joyce 她剛剛有一個很成功的經驗 就是她剛剛考取了美國公民 Joyce 你可不可以很簡短地介紹一下你自己 先來吧 好 你們好 我是Joyce Lai 我在香港來美國已經有10年錄卡 所以這次我去考Cidison Joyce 你在美國已經一段時間 終於滴起心肝去考美國公民 Joyce 考取美國公民的經歷 都不是太順暢 因為她不是第一次考就成功 她是經歷了兩次的考試才成功 剛剛拿取了她的美國公民 Joyce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在第一次考試的時候 你的經驗呢 因為我第一次沒有接觸過 跟那些美國人聊天 都是跟中國人聊天 所以我進去問我 我什麼時候生日 我簡直腦胸白不懂得回答她 我沒試過這麼大的女兒 跟著又問我什麼時候結婚 我也不知道 所以這些根本上很簡單的 謹記得 我都回答不了 所以那個官就覺得我好像 害怕死嚇壞我 所以沒有問過 但是她都繼續叫我寫了三句 Freedom Speech 和華盛頓DC 我就照寫 她問了我幾句 她都知道我不害怕 她覺得我的人越來越害怕 所以就肥老茶 OK 就是因為你第一次的經驗的時候 就是你考試的時候太緊張了 所以你把以前 你怎樣預備自己的資料 完全都忘記了 所以就是你失敗的原因 是的 OK 這樣 那是第二次的考試經驗 你可不可以再告訴我們 究竟 你剛剛過了這次的成功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關於第二次考試的情況 我第一次失敗 第二次我自己就自己計劃 那些時間一天都很忙 那我又要上學 一至五上午 那我下午 我唯有沒有發展 所以我早上午五點鐘 就起床 就溫習 那整個月都是這樣 就是盡我所能 那 到一個多小時 那天天都是這樣 那平時都抽小時間去溫習 所以這次呢 就比較好一點 沒有那麼害怕 所以就去問過一些題目 我都回答給她 我想知道你怎樣預備你自己去考試 是第二次的時候 譬如說幾久之前 去考第二次試的時候 幾久之前 你要自己去預備自己 日日很勤力地去讀書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究竟 你讀書的計劃是怎樣的呢 好啊 那我呢 那我呢 自己呢 就是 勤力看 還有 預早 一個月 那我就要這樣做的了 那天天這樣做 還有寫 還有自己讀 因為你不讀 出聲也不知道你錯 所以我 就心裡想一下 又是 睡到五點鐘 四點多鐘就起床讀了 整個月都是這樣 那我才可以 不得可能 沒有那麼勤力就不行了 OK 這次就 一個月就是這樣 哈哈 OK 那 哦 你成功了 那就是說 勤力是很重要的 是的 預備你自己 就是你一定要 自知不倦地去勤力 堅持 是的 那就應該 能夠明白所有的資料 那你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是的 所以你不勤力就不行了 所以自己 因為第一 自己年紀大 沒有記性 OK 那在第二次考試的時候 那個考官是怎樣問你 怎樣跟你聊天啊 還有怎樣去查詢你的資料呢 他問我第一是結婚 第二是生日 第三是問我有多少小朋友 還有小朋友生日 那我就問問 問 have you been 那一路 有很多 有yes 有no 就是都問了很久了 除了個人資料之外 他還有沒有問你其他 他怎樣問你其他 關於美國歷史 或者公民那些 這樣的問題呢 他問我 誰 現在總統是誰 那就是Donald Trump 除了這些讀書 預備的問題之外 那他怎樣去測試你的閱讀能力 和你的寫東西的能力呢 那寫東西的能力呢 那我都照樣寫得 不是寫得那麼漂亮 我都照樣寫 那他沒有說 讀一個句子出來 叫你寫低那個句子 還是他怎樣去測試你呢 他測試我 那我寫得不漂亮 那我再寫一次 那他會是問你 他叫你寫些什麼呢 他叫我寫 寫個名字 還有呢 寫 寫 他叫你寫哥哥的名字 他叫你寫下哥哥的名字 好 那他只是叫你寫下哥哥的名字 其實他也沒有說有別的 其餘那些問我 其餘那些問我 全部都是口文 但是寫東西 就只是測你 就是考你哥哥的名字 OK 好 那最後 我想問一下 你們有什麼提示 有什麼提示 給我們的觀眾 怎麼去預備他們 考美國公民的事呢 我覺得呢 你自己一定要勤力 還有記住 我年紀大 你們年輕人都很容易 總之勤力 一定要你自己達到的 計劃好些時間 就OK的了 OK 好多謝你 Joyce 多謝Lisa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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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